据台湾媒体报道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台湾军方在主战装备上重新向美国靠拢 1992年从美国购入144架F16AB战机 1997年又向法国购买了60架换营2000战机 金国号战机的地位因此显著下降 岛内航空工业逐渐削弱 90年代末 汉翔公司在生产完103架金国号单座机和28架双座机后停产 大批技术人员流失 据台媒报道称 不少汉翔公司的技术人员前往韩国 参与T50精英教练机的设计 让台湾的航空科研能力元气大伤 2016年蔡英文当局上台后 抛出所谓舰机制造政策 重启军机制造项目 2017年2月7号 台空军与台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以及汉翔公司三方组成项目小组 决定将金国号战机改进为T5高级教练机 第一架原型测试机于今年9月24号 在汉翔公司出厂被命名为永英号 按照计划 该机将于2020年6月进行首飞 将在2026年前交付给台空军共66架 岛内有专家认为 永英号与30多年前开发的金国号战机相比 只是在机体材料和航电设备上有所更新升级 台湾实际上已经丧失新型军机的研发能力 台湾网友还质疑永英与庸英谐音 是在拍蔡英文马屁 也有台湾网友讽刺称 可以将永英想象为庸英